对不对 你跟女同伴讲一下 我发球往后站一点点 往后站一点点 来防止对手推球 对角球肯定是他的 这个没有没话讲 直线球来防止对手推直线球 你站后了对手推过来是有时间的吗 是有一个过程的 你这球甚至可以 可以在前面去打他 都可以 记住 发完球举拍 这种球就可以打 不是发完球放在这里 好 这球在这样 在这样拿起来 谁都来不及 对不对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你发球的位置 不要那么顺 他很喜欢反拍推直线 打个比方这个区域 对不对 对手上来揭发 他这样反拍推直线 很顺嘛 你就不要发他反拍嘛 你稍微发他外角一点 你可以发他这个位置 发外角 是不是 稍微动你脑筋 限制他 甚至你可以发个内角 对只要不要让他很舒服的在面前打到球 让他去在这里打 或者是变成正手打 是不是有对应的方法 是不是 所以你们发球一定要动脑筋 发球不是我只是把球发过去而已 你要考虑清楚对手他顺手的是什么球 他很擅长正手还是很擅长反手 那你们要制定一下你们的发球战术 你到底要发他内角还是他的外角 还是要发他追身正中间 这种球 他不会接 或者是你要发冲一点 你要发冲一点点 发后一点点 还是你要发稍微短一点点 短一点点哦 是不是 你发的球软 你发的球比较软 但是他你的下坠很快 对手不好推 其实他会上来放往多一些 他会上来抹球放往多一些 你发的很冲 刚好发到他手上 他就很舒服的推 其实这个时候就做一个陷阱给他 做个陷阱给他 对不对 做陷阱给他 你自己接下来 他喜欢推你就 你就放完球 你就稍微往后撤一点点 你注意他发力的球就好了 他喜欢放往啊 他喜欢抹中路啊 他喜欢抹球啊 是不是 他一定有习惯球路 他喜欢抹球 你就放完球稍微注意点 这种中前半场球 啊 动脑筋 来 第三个问题啊 嗯 这个是一个偏技术性的问题啊 不是跑的不是限度性问题 嗯 有些有个人有个球友问我说教练 反手扑球之后 怎么变正手 反手扑球之后怎么去变正手啊 首先第一个我要先说一下 反手扑球质量过关了 如果反手扑球没有不好啊 你变正手一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太难无处啊 反手扑球 对不对 很多人啊 我在打球当中啊 我发现很多人能做到上得去 但是他回不来 什么意思 他就是上去之后 啊 就在那面前 然后就原地想拿起来球拍 其实离得很近 离得很近 啊 扑球他离得很近 那你没有没有空间给你再去打这种球 所以他只懂得上去 他不懂得再回来一步 记住 反手扑球的时候啊 扑完球对不对 配合你的脚往回跳一下 你就可以很顺手的拿回正手 而不是反手扑球 你看右脚还是在前面对不对 右脚还是在前面 反手扑球 这样拿正手很别扭的事情 一定是手脚配合 打完 哎 稍微往回跳一下 这个时候你的球拍就会自然而然拿回来 好 很别扭 很多人都很别扭 其实不是的 你只有上半身在动啊 你这一拍出去 只有一拍球 第二拍呢 这样打 不会吧 打完一定 脚要跳一下 脚一定一定要跳一下 手脚配合一下 手脚配合一下 好 所以 很多人上得去 上得去 只懂得上去 但他回不来 回不来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意思缺失了 很多人只有这个 一跟三 一跟三 好 所以 二 他没有回动 也做不到 保护 保护保护不了 你的同伴 或你自己拿球就拿很困难 所以这三个都是相互的 是有顺序的 啊 脑袋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我们的意思 啊 今天的课程的意思 發尖发的三个意思 当然还有进攻的三个意思 还有防守的三个意思 啊 怎么去跑 我也就像今天我们讲的 没来 没拿一些球路 啊 我们拿出来说说三四拍球 啊 应该怎么跑 我们下期再跟你们讲 啊 那么 感谢大家 今天课程到这边 好 拜拜 好 好 嗯 嗯 有吃 对 你 没拿出来 好 对 对 好 ar 中文字幕——YK